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郝文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了,今节我们就要讲 一位皇友,即是黄色山崩 原来他是位皇公务员 应该是皇公务员,但他是前公务员 这个人一个字 勇 他就在最大的宜英网站上述那帮同路人 就说,我想问下 各位同路人 我是不是真的很废? 我今年四十多岁 一家就是两大一世 女儿只有四岁 太太要照顾女儿 叫我去找工作 我都希望找到工作 但我之前在香港试过有药商 有永久的一些后遗症 所以不能搬重 在香港我是做开 政府一些民职的中层管理工作 是这样不错的 应该都收入不错了 做了二十多年了 主要是做一些公共设施管理工作 有考英国的 IOSH health and safety certificate 之类 还有我在香港 我是Mastor 毕业的 但是 想不到大马帅 一个这么优秀 而且是 以前做公务员 做公务员 我想他也有几次 所以可以坐式山崩了 其实他 都来了英国 他就说整年都找不到什么 整年啊 这么嚴重啊 没错 他就说粗略估计 都传了几百份 不同的民职工作 不过 一是 就是 declined 在first stage 即是第一阶段被人拒绝 一是就永无回头 我一家都是没有车牌 你整年好心你考过牌 送货也行 送餐也行 不是很重 是 可能他做慣舒服工 他腰是否有时 不坐得来的车 他又没有说 他就说腰伤有后遗症 他就说 我希望向各位同路人请教一下 或者可不可以介绍份工给我 我已经在白鸣汉一年 但是现在 生活费电费什么都很贵 四月份有加次 我说回英国政府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到四月份 能源的消费 就比去年同期是10倍 即是10倍 付出三月印象 没有收入 其实就是天然系率 是天然单价 天然系降价 飙升到之前的10倍 而且在四月份会 又会继续加 加务 没有收入看到这个升幅 真的是脚振 我预计他在香港也赚了很多钱 做公务员 他说真的不知道可以抑制多久 你也挺厉害的 压了一整年 咬了两个整年 你说他没有努力又不是 传了几百份文职工作 但是也是那一句 你在香港这么厉害 做到文职在政府里面 不过是做一些公共设施管理的文职 都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希望杂施讲益 希望各位同路人多谢大家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四岁 太太就接触女儿 她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如果不找工作 真糟糕 有些人就说 不要这么说 Rater Cleaner 这些工作 抗餐 还有就是做清洁 这些工作 都不需要Lifting 就是举东西 搬东西 也有人说 我觉得这样 如果身体问题 真的做不到粗重的 不如暂时 由你太太出去做倡务收银之旅 其实收银也不需要 如何操作 假谋讯 男士留在家里照顾女儿 你老婆出去做仓务 有最低工资就行了 总好过坐式山崩 我们是黄式山崩 这么好工作 大家记得为什么他要离开? 有一阵公务员要宣誓 是 他就是害怕那一刻 害怕对不起自己 他下面说我害怕对不起自己良心 真是帮不了你 亦有人说各大超市都急着请人 为什么不试一试放下身段 因为他说只是找文职工作 真心地用到多少英文 或许你在香港政府经常写大 讲的时候会不会很差 放下身段读个MASTER也不代表什么 最重要是解而微之急 我觉得也对 亦有人说 中学有时会请 caretaker可以找找 这些都不用搬粗重的 亦有人说 说真的 如果真的做不到粗重的 的确在英国找工有点难 现在 他也很老实 现在英国人就是想我们做粗重的 你够演实 我喜欢你这件事 你也知道现在英国人是为了撑勾之后的那群人 找不回来做工就找你们 他也说一般做仓务 要搬东西抬东西 你刚才有个人还叫他老婆去搞? 不是吧 他老婆如果 他在香港的工作很好 或许他老婆也不用做工 那你也知道是香港 那你现在在哪呢? BNO祖国 英国 就是了 亦有人说 不如你老婆出去打工吧 这里是男女平等的 谁出去打工都没问题 谁照顾家都没问题 地位相等的 没人会笑你的 老实说 我觉得送这个 送产 或者是 什么红猫 其实什么红猫都很容易 不过你们说是 是那些什么投共企业 没办法 亦有人说 考过车牌先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你整年都不考过车牌? 说不过我 真是不知道 去英国做什么 这位阿哥 整年啊 是呀 整年啊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么 老实说 亦有人说 在英国 学力不值钱 技术才值钱 都不是学力不值钱 是你找不到那些工作 你自己做不到 要有SERT 就是certificate 技术得来 还要是本人 不肯做的 就最值钱 本地人不肯做的 就最值钱 你说得对 嗯 但是本地人不肯做 你们是不是一定做到呢 比如大货车司机 这个我们说了很多集 就是做不到 你就是做不到 讲完了 是呀 亦有人说 去商场看看 多少本地的年轻人 都在洗厕所 我怕他捱不了 因为他在香港做工务 我看他 你刚才也认识了 年轻人 是呀 你贵更呀 有各式各样的身体上的限制 这是体能的限制的 是的 亦有人说 你没有certificate 没有证书 又没有牌 就考证吧 证书没那么容易 我们之前说过 有些人英文很差 考过电工牌也听不懂 亦有人说 做清洁吧 做清洁 不用养家一定得 他现在就要养家了 顶你呀 你听什么呀 人家这么害怕 说得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要养家了 已经一年了 很少人的体罪 也就是说要养家 深呼色人种的家可能可以 他意思呢 他有歧视别人 不是香港人的其他有色人种 因为他们可能粗一点 吃东西 没有那么高级 所以他们可以 香港人就不行 即是说自己高级 顶你 你来到这里 有些人一样吃 那些很差的东西 那些 剩下一天 明天就 是过期的那些 亦有人说 很多东欧人做 垃圾车司机的 你也认识过很多东欧人 为什么不是你呀 为什么不是你呀 我们做了这么多节 暂时我真的没见过 有一个人 是可以做垃圾车司机 人工不低 如果有的话 他们还不说什么 例子故事吗 是咯 是咯 是 没有问题的 一定可以的 肯挨肯薄 怎么都可以 我真是不知道 亦有人说 考虑下做低层民员 他没有 是民员 民职 你听什么呀 有人说我在香港做了二十多年经理 在这里 亦都找不到同样的职位 经理当然不给你了 除非你是聪明到飞起的 现在我做最低级的民员 三个月就已经找到了 税前 有二千磅钱 并不是很差 对于他们其他BNO客来说 因为他们一千二磅钱都觉得可以 养得自己就可以了 哈哈哈 亦有人说 做仓 做厂 快餐店 超市 这些全部都不需要 重 不是呀 想想 刚才有人说做waiter 有时候 大马长有没有抗过餐 有些都很重下的 想想一下 是吗 如果是西餐的话 很重下的 那些托盘不是呀 说真的 但是他的腰只是手 但是有时候你也要下腰发下力 这也是现实 那么 亦有人说 我在香港 就是专业人士 来到一样做份牛工 共免资 那你们选的 你们选的 亦有人说 我也有 腰痛够患 不是一个星期翻小一点 反正南岭工作 很多全职都是算你时薪的 唉呀 有些是contractor的 手停口停 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 亦有人说有些 warehouse 就是正做picker 即是执货 不用搬重东西 重东西的话 就拿一部叉车 是不是全部是这样 不要找一个两个这样的仓 就代表全部英国是这样 怎样都要下手 我觉得 你不要想着大安置意 全部是有叉车的 不用怎样出力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亦有人说 可以尝试的什么都先做 之后再找心中理想的工作 亦有人说 其实 长远都会出问题 你有多少钱 再不出去做工 真的不行 反正都可以 反正都出了英国 就顶硬想 腰应该没什么 你不知道他什么 到时 他腰真的有什么 上了你 你意吗 对 真是好笑 亦有人说 对呀 你有个女儿 她还要看你头 你真的要找东西做才行 唉 就是 来了这么久 他说了整年 我们只是引述他 亦有人说 小心 让人家处理了 对不起 我们是处理了 只是讨论一下 你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怕被处理呢 有什么可耻呢 你是找不到工作 不是假的 他现在就问你怎么办 对呀 亦有人说 你留在家照顾的女儿 叫你太太出来做仓 就可以了 他太太 是不是真的做到事 就不知道了 他就问我太太做什么 做仓 做收银 可以的 其实收银的话 他也可以做 但是 我想他是这样的 为什么找了几百份不行 因为他就是说找文职 可能是放不下 以前在香港做公务员 我想他有几片的 如果做了十几十年 亦有人说 如果你想找人 陪我可以陪你做 我也是住在 白鸣汉 我也是在找工作 不过我来了四个月 也有段时间 哈哈哈 有人更好事 他就说 英国人做事超慢 又要用电脑面试 又或者要见本人 见到一份工都需要两三个月 坐式山崩是不行的 上下 英屋请人 做外卖 看看吧 什么上下英屋 还是英尿 不知道 反正有个地方是请人 做下外卖 做下前台 接下单 应该也有十磅钱一个小时 好闲的 好快的 这里找工 人工算OK 十磅钱 又是你们最低工资 也可以 至少可以骑牛 也不用担担潜台 那真的不知这位前公务员 这位黄友公务员 会不会觉得算抛头露面吗 如果太或що那 requirements 不可事 우f 即是是趁外卖前台 如果你不肯放下身段也有点难搞 很责使效 试一下Apply 超市或零售店的理货 还有Online 执货员 应该比创务没那么吃力 如果有邀请 可以选一个星期借3-4日工 如果她老婆肯出来做工就不同 但她老婆不会出来做工去照顾小孩 你返3-4日工是否够养家呢? 我当你返3日工 10磅钱一个时薪 当然是税前 一天你返80磅钱 返3日工是240磅钱 租楼是否够? 当你返4日 320磅钱 可能是够租楼的 其他开销 有点窄窄 一个月如果租便宜 我又不知道你租什么楼 因为租楼当然有便宜有贵 有贵 对 如果你只做4日工 可能租金已经吃完整份钱 也有可能 是吗? 那你还要吃呢? 你不是一个人吃 有大有小的老婆呢? 还有你女儿呢? 亦有人说 试一下Agent 帮忙吧 我看他们找工的效率比自己创CV更好 亦有人说 百名看很多仓都在聘请人 有些不是搬重野的工种 不过有人突破幻想 他说他没有车牌 不是应该先考过车牌吗? 这个也对 我觉得你应该先考过车牌 亦有人说 找Agent 介绍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 让他面试帮你 这个也对 他说 我也有腰箱 不可以搬重野 现在我也是某创 做一些比较轻轻的执货 希望你也找到 希望你可以帮他找 亦有人说 游低做起大把工 他没有说不游低做起 不过他是聘请做文职 文职 就是不聘请 亦有人说 Seriously 转行 他也是转了行 以前公务员 他是暂时做不回公务员的 暂时在英国 因为 他的条件应该就有点难 亦有人说 我也是一边做临时工 在工厂里 packing 很轻松的 帮补收入 但他现在是要做主要收入的 不是帮补 一边就找长工 因为找长工的过程 很漫长 亦有人说 他也 不可以说是浪费了 他也用了一年时间去找 但始终 还是不可以 害怕 因为起点比阿高 他以前是公务员 他也说是一个中层管理 是不是以前怎样习惯了人 亦有人说 这次D大20万就 来 洗光不知怎算的post 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他没有说 亦有人说 不如做property manager 即是物业管理 这些肯定请长工的 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 就试一试 真是不知道他英文可以 他没有说 不过长远来说 你也是最好考上车牌 我也认为是 实际一点 出路多一点 至于为什么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没有回音 九成是CV的问题 建议你看看YouTuber 怎样教你 你不如付钱给 但起码专业 但起码专业 对吗 对吗 亦有人说 做地产经纪 不需要考牌 不是呀 地产经纪 他去远的地方 你自己开车去 大人看楼 当然 又是他回那个问题 没车 亦有人说 记得以前 有什么都做事先 过来三十多年 一就是 当拿些生活经验也好 第二 他现在不是生活经验 没关系 第二就是 起码不会剩出 没有收入 记得 家里有老婆子女 什么都肯做 加油 但他不是什么都肯做 因为他 腰不太行 亦有人说 努力 有一天可以保底肩 没什么作用 饭都没 贼贼的时候 你还说煲底肩 不是呀 他就是信了煲底肩 所以这么傻 辞了一份工作 来这里 咬回自己的老伴 亦有人说 我住了半年 申请了NI National Insurance 的号码 之后还有P牌 我两夫妻之前没有牌 来了半年没有牌 真的什么工都找不到 所以 变成深水学车 就拿到P牌才找到工 这个是 你真的要有牌 你在外国 除非你是那些很大的城市 但是 我觉得做那些不需要牌的工作 很多就是文职工作 但是你已经文职不行 不是说你不行 是你暂时找不到那些文职工作 亦有人说 放下身段 我身边很多朋友 跟你一样 以前在政府都是 中层 现在不一样做清洁 做工厂 做市营 也有很多太太出来工作 就先生照顾小孩的 你不如跟你太太谈 这个也可以的 也有人说 试一试收拾一下 英国的HR 通常用Program Program 你是用美式拼音 其实别人不喜欢 好心你用英式 找些关键字 这样就可以 而且 尽可能在第二页 之内 即是两页之内 你不要写到鬼死那么长 亦都同意 希望你太太都可以帮轻一下你 亦有人说 假如你不放下身段 你就很难的 適者生存 老兄 只会找文职 真的挺难的 更加多人说 就说 加油啊 一定行的 是不是一定行呢 就是不知道 另外最搞笑 亦有人说 我认识的那个香港人 他PhD 毕业 平时不一样在戏院做清洁工 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 你肯做就行了 亦有人说 快点去考那车牌 这样最实际事实上是 真的 你半年 你不考牌是说不过去的 一年 一年对不起 亦有人说 找一间 一间大小小的屋 独过牌 做托尔 在家做托尔 你行不行啊 有牌 你做托尔的那些 很大责任啊 大哥 你不要教坏人啊 找一间小小的屋 是不是你家 如果你跟人家说 你租的话 你肯不肯 这个我真是 打个问口 你这些人真是 搞坏人的 不是开玩笑 祝他好运 有公务员不做 来到这里 咬牌糧 真是没办法 感觉到他都很彷徨 很彷徨 整年都找不到 对呀 其实对一个人的 自信心打击都很大 这个也是 以前在香港 某政府部门做到 中层管理的话 来到这里应该是 落差都相当大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